回到来了,Francis又想跟你谈谈另一个角度 去看Google Van合并新闻 其实香港我们本身有几间大的startup Google Van是其中一间 终之都叫做 看到曙光 看到曙光 有exit path 创办人Steven出来 很深刻看新闻 其实创业只是一条路 香港人不要只想买房 你自己做了生意这么多年 你同不同意这个说法呢? 或者你怎么分析 你怎么看呢? 第一个个都去创业 这个世界总有你的创业 我去打工 或者你创业我帮你打工 都有人去打工 打工就是要住的 你说是不是一定要买房 我觉得现在的房子贵到都很害怕 反而追不到 但又再说 是不是各个创业会成功 我经常都说 香港政府或者很多人都在吹捧大家去创业 甚至乎你一毕业就去创业 甚至未毕业应该去创业 不是每个是Steve Jobs 不是每个是Bill Gates 不毕业都去创业 其实100个都有99个 可能是失败的 是失败的 统计上都是觉得1%成功 1%成功 当然可以说我创业 不用登买楼 创业也去买楼 你创业赚了钱也去买楼 但我觉得这里有两件事 买楼很贵是一件事 创业成功是另一件事 我想和很多人做创业 失败过很多次 可能失败过多次 为什么我们近年 你的研判是怎样呢 为什么这么多人出来 推介大家 其实可以考虑一下创业 是不是也真的打工的 环境 行业 各样 机会都少来 你看IT人 你最熟了 很快就有财 最近又有一单 是 一个希望 创业是一种希望 但是你也会看看 很多人觉得创业 一条路都不一样 钱从哪里都不一样 现在多了众筹网 资金容易一些 但你做完众筹有后果 你见到很多众筹完后 原来他们交不到货 不论是一种后果 不论是纯粹出于恶意 还是恶意 但是有机会交不到货 因为众筹的问题就是 买东西的人不会给什么意见 最多就是给你一件产品的意见 但是他不会给你一个 在你创业中间 究竟你要做什么的意见 你怎样才不会行错路 认识什么人 认识什么人 认识银行 那些众筹买的人 不会跟你说这些 那些就是靠VC 所以是不可以完全没有VC 而是做创业的 另外我觉得做创业 有时真的都很博彩 你觉得这些东西 你觉得这些东西很好 你问完99个人都说不行 那怎么办 那我会继续做下去呢 我想这些东西成功都 有一半一半 有一半就是你真的要很努力 但有一半是你很幸运的 但你感觉上 譬如有高高永 我们经常说 我们的圈 就是这个创业生德圈 经常都说 香港什么时候有一个例子 什么时候有一个成功例子 有了之后呢 希望就是激励多些人 如果他是适合的 当然要说是适合那一班 他可以选择不是做医生律师 他可以 引起到他出来做创业 我觉得是这样 你觉得会不会帮助到 现在就觉得高高永是一个创业的其中一个 想到市 李嘉诚也是创业 几十年前也是这样 其实大部分这些公司 不知道是否全部 都是创业 然后慢慢慢慢做 只不过现在的气候 我觉得现在我要去做一些创科事 然后做start up 然后又要去 怎样谷大它 上市 各样各样 我觉得现在的环境就熟成 加上政府 再灰火 大家去做start up 但实际上 刚才也说 99个是失败的 大家有没有去看看 究竟失败是怎样的 好了 我今天聊一聊 多谢Francis